Inpress互动制作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 在投影片当中如何制作互动的效果 当我们的投影片内容很多的时候 可能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主题来设定按钮 例如点第一个按钮到哪个主题去 好那我们先看我们这边的示范 按F5播放 当我点选植物介绍的时候 它会设定到第二页 那回Home回到首页 那我们看票选结果 我们可以到第八页 这都是我们设定的结果 回到Home 我们看最后一个制作介绍 可以跳到最后一张 那如果你不回按Home的话 它跳下一页就结束 好那这样怎么制作呢 任何一个物件都可以当作互动 使的按钮 好我们这边介绍的是用绘图工具列 的矩形和圆角来制作的 好那这边呢我们就省略制作 好那你可以在物件地方快点两下 好输入文字 设定文字的大小还有颜色 好那这边呢我用另外一个 快速用另外一个物件来做举例好了 好 例如我用花朵 我怎么把这个花朵呢设定成一个按钮 到我们指定的页面呢 好 好请在物件点选的地方按滑鼠的右键 我们选择互动式 好那一开始设定是没有动作 好你可以选择它要到下一张 好上一张投影片 下一张投影片或者第一张投影片 好最后一张投影片 好这个是我们指定的页面或物件 好我可以指定说到第几张 例如我点了花我指定到第五张投影片 就按确定这样子呢我点这个花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跳到我们投影片五 好你可以先这边变一只手的时候点看看 好跳到我们的红黄木 好那我们回到home 好那这样子就设定一个 设定好了一个互动的效果了 好我们把它删除 好请各位试试看 好先画好之后呢 输入文字然后设定 它跳到第几个页面去 好好那我再做个例子 好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连结 是跳到某个地方去 好我们设定 插入一个图表好了 一个影像 好我们取字档案 我们从图片 好我们简单用一个页面 好你可以设定按滑鼠的右键 好互动室 好指定到呢到第几个物件 好例如我到第 好二张投影片 好确定 好我们直接按播放 就播放这单张就好了 好播放 好我们点选 后影片 好跳到第二个页面 好这就是我们的互动式的做法 好请各位练习看看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